試試看 咖啡這種樹大部門的台灣人沒看過 我第一次對咖啡的印象是這樣子 喝到第一口咖啡的時候是很興奮 因為我自己親手種出來的咖啡 我是台灣第一位咖啡精在關西南 聽說他獨自的聲音 人家的地方 他看到爱意的时候 他就心里说 哪边还有那个爱意 他说的时候 他就像下来的 他自己 看不见 他说说说话 野生艾玉對我們來講 失去了太多族人 艾玉只是它是可以存活在這邊的 那我們降低了它的害怕 是不是一樣是可以驗化它 艾玉它當成熟的時候 會散發出一種味道 會吸引小宮進來 很小的時刻 那個道經常 會參與結婚 完全不能接觸到任何農藥 因為以前都可以活得下去了 也不一定用藥物就 你沒辦法活下去 雖然我們的收成量可能會降低一點 可是至少我們的土地 是永續在經營下去的 記得我們小時候 就在我們這個後山 就一個很大顆的梅子樹 我們常常放雪就會去那邊 找零食吃 爬那棵樹就為了搶那個熟的 因為黃的梅子就酸酸甜甜了 是今天你有在野 那是海淘寸的 因為海淘寸的 天氣再說 一天就虎逃的 你哪有要有的 我要陪我 要陪我 要陪我 沒有相親相愛 你要陪我 要陪我 這樣沒有相親相愛 生氣去那邊 我们从事这个种这个梅子的部分 就是三十年了 跟我们结婚的中年是一样的